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一連三天的長假期,百萬人北上 然後五月份零售銷售額仍然是雙位數字,比去年同期下跌 香港的零售陷入嚴冬 但是似乎特高政府不是束手無策,而是諾見其成 越多人北上消費,對於超哥或其他一眾官員來說 可能是會越給他爺家獎也不定,會有獎賞也不定 原因是什麼呢? 稍後回來再說 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上網 但是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rd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隱,隱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 自伏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6個設備一齊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 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 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 挺好用的 今天就長假期完了 人們到路上走路上來 有兩組數字 我今天都說過了 就是北上消費的人去到100萬 離開香港的人這幾天假期是120多萬 絕大部分都是北上消費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5月份零售的消貨總值 臨時的數字是305億按年再跌 雙位數字已經是連續兩個月出現雙位數字的下跌 主要都是車子品跌得最大的 汽車零件、手飾等等百貨都是跌的 都是二十幾個巴仙的 似乎特區政府對這個情況沒什麼所謂 不痛不癢對他們來說 李家超繼續說香港經濟在轉型 大家不要遠天不要遊人 要適應新環境、要作出轉變 他對於大量的旅客、北上消費 他覺得是正常的現象 覺得沒問題的 假期當然是上去的 也有很多人說以前也有 以前也有但未知到香港的零售業 變成寒冬 政府怎麼說呢 政府說5月零售超貨總額 這個價值按年繼續顯著下跌 主要是受旅客和市民消費模式的轉變 港元匯率高企的影響 去年同期基數比較高 發言人說網上銷售5月上升兩成 顯示消費模式轉變 改變銷售形式和開創新業務 我不知道網上銷售的形式改變 是不是在大陸 山姆超市 購物下來呢 他跟著就說 這樣就可以為零售業大陸來機遇 政府說零售業扁期是會受到一些挑戰的 中國大陸近期公布維港措施 包括優化個人油 提高大陸訪港旅客的免稅額 都有助於促進香港零售業 你看完之後你真是火都來 你覺得特區政府是完全是觸手無策 原理是什麼呢 現在提高的免稅額就是15000元 大陸人來香港賣東西 如果你的貨品 是不超過15000元的話 就不用打稅了 回到上去 但是 海南島都有免稅區 你知道免稅額是多少 剛剛調整了 是10萬港元 10萬元人仔 10萬元人仔 他就15000元人仔 擴大免稅商品種類 在2020年 剛剛2020年 已經是海南自由貿易港 建設總體方案 中共中央國務院引發的 方案提出放寬離島免稅購物額 至每年每人10萬 擴大免稅商品種類 香港 15000元 OK 好了 離境的人數 3天 總共127萬人 來到香港 九成人是北上的 經機場 陸陸口岸 訪港的大陸旅客 只有26萬8千 沒有辦法抵消 抵港離港 人潮的數目 這是很清楚的 是吧 因為大陸不是長假期 這個 心中通道 剛剛在 六月三十月開的 深圳中山通道 好像塞到我媽媽 深中通道 太排長龍 是12萬5千的車流量 包括不少 隨便北上的香港旅行 即是你會看到 隨著 口岸越開越多 北上的人 比南來的人 是多以倍計 這個是特區政府 是預了的 是必然的 他們都覺得沒什麼所謂 即是香港的零售餐飲 香港的經濟 水深火熱 像陳吉宗說 大家都在地獄裡面 對於特區政府來說 是無動於衷的 原因就是 其實陳國基 說了 最重要的部分 我自己看 也是特區政府的政策 多少人北上消費 無所謂 多少人上去 而令到香港熱 零售餐飲 撿得很厲害 他都無所謂 原因就是 多一個人北上消費 對於特區政府來說 是多加多一分成績 兩地融合 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 整個設計就是這樣 你香港人 上去大陸消費 是等於認同祖國 是等於愛國 這是陳國基說的 大家會覺得笑 不是吧 怎麼會 我們貪會便宜 我們怎麼會 就等於愛他 這個不重要 你愛不愛他 是沒有人知道的 你心裡想什麼 沒有人知道的 但逢長假期 想百萬人北上 OK 超級百萬人北上 這些政府官員 就可以向他爺 領功 我們不單止 由亂入自由自及平衡 愛國主義教育 亦都相當卓有成效 要不然 那些人怎麼會北上 是吧 這一個是向他爺 去講 現在香港的情況 他們最緊張 香港人怎樣 人心是不是回歸 回歸了 不單止回歸 大家都勇去 去享受這個社會主義的繁榮 你看看 連黃絲都北上 證明人心已經是修復了 他們會回去大陸做消費 整件事 這個論述 他爺爺是修復的 他爺爺也可能知道是假的 不要緊 畫面做出來很漂亮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 多一個人北上消費 尤其是多一個黃絲 北上消費 有些人說 這樣就會令到李家超政府 領不了工 香港經濟不行 香港經濟不行 不是政府最重要的考慮 政策的範疇 當然 零售餐飲那些 你死你時 對他來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 香港人是不是愛國 香港人會不會這樣 不愛國也會回大陸 當然不會 這個論述是很有力的 他以為 他以為 你笑他沒用 一個說 一個聽 一個賣 一個賣 那就搞定了 大家都是你騙我 我騙你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在說謊 沒有問題 所以黃絲在哄自己 北上消費 就因為要報復特區政府 不是香港消費 經濟不行 於是要北上 於是我又可以享受便宜 又開心 又令到這個政府PK 多好 一戰多少丟 大哥 一石多少鳥 這全部都是自欺欺人的說法 越多人北上消費 對特區政府來說 功勞越大 因為他不用香港人交代 不需要 覺得要搞好香港 只要你能夠北上 他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整個 目前今天來說的論述 所以你看得到 他有很多的政策 譬如你現在 這麼多店舖執入 他在說 執入十間開十六間 大家知道數字是錯的 然後就叫零售餐飲 要轉型 你要專門吸引來來 香港經濟都在轉型 你要不遠天不由人 不要做這件事 遠天遠地 他之後自己領功 經濟由負增長 到正增長 但是 你看到他 除了搞 日繽紛夜繽紛 再加上 所謂城市經濟之外 他是完全沒有對香港的經濟 如何發展下去 有任何的辦法 沒有提出 連陳茂波自己也承認 無論日繽紛夜繽紛 再加上城市經濟 都是搶眼球的東西 不是長遠發展 長遠發展 要搞創科 這是廢話來的 香港是搞不到的 完全搞不到創科 創科也是在深圳搞 香港搞什麼呢 是吧 況且深圳那些都不是創科的 都是抄襲 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 因為美國制裁 因為美國禁運 我告訴大家 韓戰的時候 很嚴重的 所謂戰糧物資 有很多電器用品 都不能輸入大陸 都要靠香港 很普通的電器用品 有一個叫CoCo 的一個委員會 是整個西方世界 聯合來抵制中國大陸 很嚴重的 可能是向著這個方向發展的 香港以前就有一個窗口 可以將戰略物資輸入 包括石油 抗生素等等 到今天 這個窗口都沒有了 怎麼辦呢 香港 是想走運到難的 以前因為 東西方軍是緊張 香港就扮演它獨特的角色 今天 香港已經拖進這個泥沼裡 是回不了身的 但是對於特區政府來說 沒有所謂的 香港死他不會死的 香港死可能他家觀盡著的 可能得以連任的 連任完之後 大家都看了 董建華又做政協副主席 雖然現在不能事事 放在床上 接著就 有機會有做的 這樣 那你說超哥想不想呢 做完五年再加五年 然後做一個政協副主席 哇 多個人 多好 延續他的政治生命 但是 他做不做到更上一層樓 能不能夠連任 跟香港搞得好 完全沒有關係 經濟好 完全沒有關係 你看得到 他講了很多 又說外來又 怎樣去制裁我們 逼迫我們 我們仍然繼續很緊張 國安的問題 他不停地強調這件事 就可以了 就因為這樣的原因 譬如說 看到有些資金 不問價錢 都要撤出香港 這完全是政治考慮 責任不在我方 不是我做得不好 是因為政治考慮 那些資金就離開了 他這個 說法 拜的 他以為 中央會拜的 看看會香港 就是 淪亡到什麼程度 他以為會拜的 所以香港經濟不好 對他來說是 無關痛癢的事情 只要 只要外國主義教育 是令到 他爺爺 開心 他就自然呢 就得到信任 能夠連任 甚至做滿兩屆之後 有機會更上一層樓 這個 即是如果你 看得到通成的大局 為何他不著緊 對香港的經濟 是吧 樓又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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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成 設立之後呢 樓價上升 上升了一陣 譚花一燃 這個所謂小陽春 春條命嗎 現在跌到我媽媽都不認得了 繼續 是吧 地產界講得明白 今年是會繼續跌的 不用想了 大家 繼續跌的 股票 長遠地 都是繼續跌的 OK 餐飲零售 長遠地 又是繼續跌的 那我就想問大家 香港經濟哪一方面 創科 我都說過了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研究與開發 是以十年計的 你不能夠 遠水不能夠近火 不能夠急攻近你 你的基礎打得不好 你創什麼 所以整件事 你會看到 特區政府 第一 他拿不出辦法 搞香港經濟 第二 他不想拿出辦法 他有成績 被人看到 就是越多人不想消費 他覺得香港的政治 就越碰 聽完之後 大家覺得 怎樣 尤其是黃絲覺得 如何呢 當你在這裡 鎮鎮有詞 說自己不想消費 是懲罰李家超的時候 我都是掩著半邊嘴笑 這麼傻的論述 這麼傻的論據 你都拿出來說 你究竟是欺騙自己 還是欺騙人 好了 這次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atreon 和心者有快Channel 多謝收看 再見 都不想找到 我現在的 我來講 你們會想找到 你去看 我應該要找到 我應該找到 我應該找到 你去找到 你找到 你去找到 我應該找到 你去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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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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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